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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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寮的時間 大約有四年 大一左右 那是我第一次捧到陶土 然後基礎是從那邊開始學起的 然後大四是真的完全進入陶藝這一塊領域 音樂 一開始其實我是做版畫 那到後來我發現 在塑形這一部分 我很有興趣 所以這兩方面其實我一直做抉擇 到後來我就選擇了做陶藝 這大學四年的學習裡面 我們打了很多的基礎 課程很多元 像樹苗 水彩油畫 那還有攝影啊 板畫這類的 就是藝術相關 我們都會有相關的基礎課程 讓我們可以多元的發展去思考 在設備上面 也是非常的豐富 造就我現在陶藝的創作上面 很多都是帶入之前所學的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有夢想有一間個人的陶藝工作室 成立這個工作室 延二左右才實現 因為家裡剛好也很支持 所以我們跟父母親 一起打造這間工作室 這裡的藝串藝丸 整個我們都自己來做 看出成立 如陶藝工作室的時候 是希望可以把陶藝的溫暖 帶入人們的生活中 去感受到陶藝 它特有的那一份 土的味道與感覺 從整地開始 我們都是不講他人之手 全家一起來 一點一滴 慢慢把它做下來 雖然過程真的很辛苦 累死 累死了 都希望睡起來一眨眼 它已經在撿錢 但是我們就這樣一裝一瓦 就慢慢地把它完成 做完會氣磚 第一天氣的時候是歪的 打下來再重氣 氣到最後 它氣得比我好耶 我氣得好直喔 你是不是職業 比什麼都自己來 然後就會自己來之後 就開始要求 要把它完成 一定要給它完成 一定要給它完成 因為要給你開工作室 所以一定要完成 夢想是需要衝動 蘆桃興在的服務項目 有跑四級 然後還有跟一些 文創的商店簽約做合作 我們也有做一些客製化商品 在學校的設備資源非常豐富 我們都很喜歡學校圖書館 藝術方面書籍非常豐富 尤其是在外文方面 在知道要成立這間工作室的時候 我在離開以前 把那裡有相關陶藝的書籍 全部都讀了一遍 甚至有的我還會再回去把它 整本都背起來 在進入研究所思考有更大的啟發 讓創作的內容更有深度 我覺得創作是於自己對話的出口 在英哥展覽的時候 那一件 那個叫 那一件作品 叫 被遺忘的 被遺忘的 對 我每次展覽的時候 我都去好幾趟 因為英哥去很近 走過去看 有一些人會看說 這一組書就是 沒有毒啦 生菇啦 結果長出菇來啦 看人家看我女兒的作品 我覺得 這是我 半寵在心裡 好想跟他講說 你看了這個是我女兒的作品 坦白講 能夠今天做到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是很欣慰 所以這個在學校過當中 一定會有受到很大很大的一種磨練 才能夠有這一種成績出來 你會不會有 profeta 那你會不會跟隨他 就是一旦 萬一的消滅 你會不會吧 你會不會變 感谢观看